2.5 2.5 2.5 每天可以最近爆 愛神Chu彼特 妳很忙耶 Chu彼特怎麼了 他最近超忙 他一直在好萊塢裡面 這樣亂射箭把別人上皺毒 對 因為像是之前鬧了 沸沸揚揚 我們繼續有報導到的 阿湯哥和山竹布拉克 後來怎麼樣了 結果最近傳出來 阿湯哥的新戀情 其實是我的女神米蘭達克 小胞21歲耶 怎麼會這樣 他不就彈米戀了嗎 我的天啊 可是我覺得這樣還滿怪的 但是最近 Chu彼特他有打到另外兩個 兩個新二代 是 因為一位就是 諾什瓦辛格 21歲的兒子 而且他的對象是 美國小天后 應該說看了你們就會知道了 Chu彼特菜購 愛神Chu彼特 妳累了嗎 阿湯哥陪米蘭達 他都可以當米蘭達的罷了 而且前陣子 阿湯哥不是才傳出 和同樣是50歲後 單身的山竹布拉克 被送肚堆嗎 怎麼妳過半百 又突然轉型換口味 不愛女演員 改吃起餘嫩草名摩 米蘭達了呢 說起米蘭達 自從她和奧蘭多 離婚後 感情生活已顯不下來 先有小假 然後是李奧納多 之後又傳出和澳洲 不好交往 前陣子又改搭上 美國地產大亨 哈哈 有網友說 嗯 感情米蘭達 都很會挑呢 阿湯哥就不用說了 好萊塢的超級A卡亞 澳洲New Idea雜誌報導 原來兩人在去年11月認識 阿湯哥對米蘭達驚為天人 她大讚澳洲出身的米蘭達 美麗不舒凱蒂 又擁有妮可那性感的澳洲口音 根本就是她的天菜嘛 報導更說 兩人電話粥包得很熱啦 而且女生肉到倫敦 兩人也都會碰面 消息人士也指出 不久之後 這段戀情可能就會公開呀 第一個被愛神爛進射中的 男主角是他 阿諾的兒子 派翠克什瓦辛格 麥雅阿諾的兒子 什麼時候長這麼大了 21歲的他 不僅像爸爸一樣 練出六塊計全家餐 臉蛋更遺傳到主播媽媽 瑪麗雅薛佛 完全就是一個字 帥 還被美國上流雜誌評選為 全球黃金單身漢 是好萊塢新二代的高富帥呢 和爸爸年輕的時候相比 雖然肌肉少了點 帥氣卻是多了更多點呢 就連老爸當年輕人展的稱號 他也順勢繼承下來 看他先後和泰勒斯 克里斯丁 甚至連布魯斯威利 與戴米莫的女兒塔魯拉 他都傳過緋聞呢 最近他竟然還搭上同歲的 打個團的讓女麥莉 原來是麥莉在萬聖節當天 被兩包待在派翠克 位於洛杉磯的套房中數小時 離去時派翠克還穿著睡衣 出來相送 看來交情匪遣啊 不過我說其實他們兩人 早在2011年時就傳過緋聞 而且就越老竟然還是賽琳娜 派翠克甚至公開表示過 自己的眼鏡從沒離開過麥莉 暧昧指數大破表 不過同樣身為新二代麥莉的父母 樂見女兒與派翠克交往 但阿諾夫婦卻本而苦惱麥莉 會帶壞派翠克 將他們的好兒子 拉進好萊塢的大染缸中啊 要故意的把我散開 讓專業的人愛不懂